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1號在接受質詢時 多次被在場聽證的抗議者打斷 而為加薩戰士奔波中東各國的布林肯 也在現場露出了無奈的表情 儘管國內反彈聲浪四起 布林肯依然表示會力挺以色列 並且警告國際刑事法院ICC 申請對以國總理納坦雅胡發出逮捕令 可能會影響以他之間的停戰談判 而總統拜登21號則發聲譴責 直呼ICC此舉令人無法接受 共和黨方面 眾議院議長強身 甚至威脅要制裁ICC 然而在這個時候 美國民主黨內部卻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美國史上任職時間最長還曾參選總統的參議員 桑德斯發布聲明 贊成ICC檢察官申請逮捕 納坦雅胡 而法國也表態支持ICC的決定 不過英國波蘭以及大麥等國則公開反對ICC此舉 可見加薩議題正在分裂國際社會 該如何化解分歧並緩解中東緊張局勢 成為各國政府當前最頭痛的難題之一 3D新聞是非生報道